法国印度媒体集团网站5月25日文章原题 从四方峰会到中国 印度必须停止按拜登的旨意行事 美日印澳四边机制领导人会议在日本结束 不出所料 此次会议更加密集地针对中国 四国讨论了广泛问题 涉及经济海上安全战略合作等 但这无疑是个几乎不加掩饰的反华论坛 会议结束时发表的声明并未直接提出 提及中国却几乎处处与中国有关 让人毫不怀疑这个联盟针对的是谁 四国瞄准中国 称要与地区那些拥有相同愿景的伙伴合作 还称重视发展与太平洋岛国的合作 声明中有关基础设施发展的部分 也间接提到中国 声明除了顺便提到恐怖主义和跨境暴力 几乎没有任何反应印度利益的内容 完全没提到中印两国在漫长边际上发生的冲突 尽管中国在太平洋和南海的行为可能引起印度关注 但这主要是日韩 菲律宾和越南等国的问题 印度真正的挑战在自家后院 特别是与中国的边界 以及中国在印度邻国建设港口和军事基地 四国声明也没提到印度与中国的几次小规模冲突 这倒不太让人意外 可以肯定 印度并没有就与中国打交道的问题求助别国 但即使新的利益这么做 美国或其盟友也极有可能不会像对乌克兰那样慷慨 爽快地做出回应 即使回应了 这也会令印度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 依附美国的外交和战略政策 这将是一个巨大陷阱 因为印度的利益与美国或其他发达国家 在贸易政策农业一样 专利气候变化 人口流动等许多问题上存在很大分歧 已有充分证据显示 即使印度在明显与己无关的争执中跳出来支持美国及其盟友 心得里的这些战略朋友 也会毫不客气地因为这样或那样的问题 把印度告到世贸组织 就在本月初 美国和欧盟批评印度在公共采购急剧下降 和国内粮食储备下降的情况下 决定禁止小麦出口 这又一次尖锐地提醒印度 这些国家只是好天气时的盟友 实际上印度农民与美猴或任何其他发达国家的农民 几乎没有可比性 发达国家持双标的例子不胜枚局 印度应该首先捍卫自己的利益 加入一个西方俱乐部 无论看起来多么时髦 都不可能以牺牲国家利益为代价 目的及其团队最好记住这点 最終实际上 允许的攝影 都不过 我出口令人的啊